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喜欢喝啤酒的小伙伴强烈推荐到青岛逛一圈 在青岛你会发现这么一个现象 那就是大街小巷总能碰到一些用塑料袋装着啤酒往家走的人 有的就直接干脆插根吸管在街上边走边喝 难道这才是青岛啤酒最正宗的保存方式吗 其实没那么夸张 要知道青岛啤酒的名声可不是白来的 塑料袋装啤酒其实并不能起到保存作用 而是从侧面反映了青岛啤酒的鲜 那些塑料袋里装的还真不是一般的啤酒 而是原厂鲜酿当天出售的鲜皮 这种啤酒一般只散装出售 装袋称重带走 当天出窖当天卖完 要不然就过保质期了 而市面上常见的灌装瓶装啤酒 为什么喝起来总感觉少点东西呢 因为原汁少了添加剂多了 除了一开始的防腐剂到后面代替卖汁的糖浆 再到泡沫添加剂一还一还下来 原材料一直在涨价 啤酒的利润却越来越大 原因就在这里了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转发和评论点赞哦